而在台北市大安區呢 有一間賣湯圓的知名店家 因為實在是太火紅了 所以呢 在這個附近的游一名住戶 就覺得說啊 這個生意太好 洗碗的聲音實在太吵吵鬥他了 竟然就怒氣沖沖支持 鈍氣攻擊 正在洗碗的無辜員工 造成他的臉部受傷 整晚稀有餘機不敢睡覺 現在被害人也決定提告 晚間的湯圓店 前客人排隊排到棋樓 一旁的男員工 動作敏捷的在洗碗 下一刻一名白衣老翁 拿著盾氣狂奔 毫不留情的攻擊男員工 只見他動作迅速的躲過攻擊後 雙方大吼互相叫囂 老翁的情緒再度被點燃 舉起盾氣對男員工重追猛打 他在收完的過程中 就聽到有人罵髒話 對 然後就跑過來 然後我爸回頭的時候 就有看到一個 算有看過的客人這樣 然後直接拿木棍朝我爸的臉 就是臉頰下方 對 直接攻擊 事情發生在十五號晚上七點多的 台北市大安區 嫌犯是湯圓店附近的住戶 因為覺得店家審議太好太醜雜 竟然就拿盾氣前去攻擊 一旁洗碗的無辜員工 不會勒 我第一次聽到說人家講說 正將號很吵不會 不會接受 我覺得這個太可怕了 因為我爸也有年紀 然後今天被這樣攻擊 如果今天是拿刀還是拿監尾武器 那我可能我爸就不會站在這邊 上班到一半無辜遭攻擊 也讓被害人至今都心有餘悸 昨晚都沒睡 然後他講話有點在顫抖 因為他很怕這種事情再發生 很殘忍啦 而且我一直重複看是 他不是打身體 他是直接朝臉打 那你就是虛義啦 僅僅因為音量問題打動肝火 這下一人進醫院 一人進法院 這樣的下場兩敗俱傷 記者王文君陳佳明 台北採訪報導